你看你不斷的圍堵中國大陸 但是呢大陸有很多科研能力 電動車是一塊 還有包括什麼呢 像是這個最近大陸研發新的 風化股型的稀土礦產的 這個開發的技術 那可以讓稀土開採的時間 縮短70% 然後讓稀土回收率提高30% 這個雜質量降低70% 所以它的競爭力更強了 其實本來在稀土礦的開採上 中國大陸就領先很多 因為它是全世界 大概規模最大了 然後相關的研發科技也最多了 所以它會研發出更先進的技術 其實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反倒是美國現在開始發掘 中國大陸的稀土是非常 強而有力的武器 他們也想重新發展自己的技術 可是我必須醜話講到前頭 美國要發展技術沒有這麼容易 不是美國的科技不行 而是因為它過去沒有這樣的條件 你現在硬要有這樣的條件的時候 你的成本會比中國大陸高非常多 而且很多東西你要從頭再來 你花了十年二十年 然後美國的環保團體啊 其他的相關這些條件 你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嗎 所以我真的認為 不要什麼事情都想得很天真 以為一件東西 我美國有這個技術 我美國有這個土地 我就一定能夠做出來 很多客觀條件其實不是這樣 美國人自己要去想清楚 這是歐洲的危機感 中國大陸對他們的電容車有沒有補貼 有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哪一個國家沒有補貼 全部都有補貼 美國補貼的很厲害 而且美國是完全限定喔 只有美國品牌才可以補貼 其他我全部不給 那就是在保護自己國內的產業嘛 很明顯 那歐洲德國有補貼 英國一樣有補貼啊 只是最近這幾年他們發覺補貼效果其實不好 所以他們開始在縮減補貼了 因為他們發覺補貼好像沒用 因為他們就算補貼了 還是競爭不過比亞迪 他就是比較便宜 因為你天生成本就比人家貴很多啊 你的整個組裝成本 你的零件成本 你的所有其他相關的發展成本 就是比人家貴很多 所以這就是天生的沒辦法比啊 歐洲光人工又多貴 然後你其他的相關的物料也很貴啊 所以如果想要單靠這一種 就是用懲罰性關稅來解決的話 那我覺得 雙方現在彼此都可以互相抱負啊 德國車市現在最大的市場就在中國大陸 那你要增加關稅 人家也增你關稅 那大家就相互毀滅 那誰會毀得比較慘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 大概歐盟是講講啊 不見得會真的用 因為真的用對他們自己也不利 其實他們應該要做的是什麼 他們應該要做的是跟 中國大陸的汽車機的結合 也就是 中國大陸的這些電動車廠 有一些優先的技術幹嘛 那歐洲有一些傳統的大廠 如果雙方可以互相結合 然後到那邊去設廠 那就變成也 他也可以在某一種程度上 就變成歐洲的國產車了嘛 那雙方互蒙其力不是比較好 實際上 之前福特就想要跟 這些那個寧德時代啊 這些東西合作 想要跟中國大陸這些 直接到美國去設廠 可能美國政府為了保護自己的產業不准啊 問題是 其實本來應該是寧德時代 怕自己的技術被美國人偷走 結果反而現在變成你美國 要保護自己的產業 結果說我們更先進的技術 進不到你美國去 那請問一下 這個對美國是一件好事嗎 所以我認為美國人跟歐洲人 如果不跳脫這種 單純保護的思維 而是想要更建設性的 你們應該現在想的是提升自己的技術 那你如果不是這樣想的話 到最後是失敗 就好像半導體 美國現在都是用補貼的啊 要求這些半導體都要回美國設廠 可是真的在美國能夠做得出 最先進的製程嗎 還不是一樣做不出來 因為張宗盟我今天就告訴你 你先天就沒有這樣的條件 所以你就做不出來嘛 所以不要硬去要用這種方式 這種方式是損人還不利己 而且自己受傷恐怕更重 現在來看到這個米利 他會是在扮演鴿派嗎 還是說的是大實話呢 來看到聯席會議主席米利 他說美國情報機構非常的肯定 2月被擊落中國大陸間諜氣球 沒有在美國上空蒐集到情報啦 到現在還在吵這件事情 但是他說沒有蒐集到情報 意思就是有蒐集 但沒蒐集到嗎 是這個意思嗎 你看所以美國人多能鬥啊 這個氣球的這種事情 他就跟你鬥到現在還沒鬥完 道歉道一半的 對啊就是這樣子跟你鬥啊 所以美國你不要小看 戰鬥民族是美國啊 難纏難鬥跟你鬥到底 然後呢黑的縮成白的 白的縮成黑的 然後呢隨時還拿出來怎麼樣 活學活用 這就是美國啊 對這就是你跟美國為敵 美國就是這些手就是這些手腕 就是說氣球你看它 硬是跟你凹到底 凹到現在還在凹 表示我還沒有還沒還你清白 你不要以為你的氣球事件已經過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我覺得中國大陸可能過去 在毛澤東時代的話 他們比較比較敢勇於鬥爭吧 那時候韓戰說打就打了 可是也打出一番天下跟局面 那那個時候美國事實上的話 美軍的傷亡也是非常 這個陸戰一絲啊 差點被殲滅了 整個是從這個 這個海軍撤出去的 所以美國還是繼續打 這樣戰爭也打了三年啊 你要看中國軍隊小小三年 美國軍隊也是 也是相當能打的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現在事實上 等於說美國已經對中國宣戰 一種新型態的戰爭了 那這種戰爭是說是冷戰也好 新型態的這種全面的競爭也好 美國已經宣戰了 那就是變成就是中國大陸 是不是要改變想法 你如果不改變想法 還認為就是說 這個東西啊我還是道德歸勸啊 然後跟你講道理啊 說要全世界的利益 就是說哎呀 這個我們合則兩立 我們鬥則不只雙方各蒙其害 而且對世界也不利 我跟你講美國從來不在乎 世界有什麼利益的 美國心裡面只有它自己的利益 從來不跟你講世界利益 所以你光看這個氣球事件 就是美國式的鬥爭 對說到這個美國式鬥爭 還有新型態鬥爭 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紐約時報》也說 中美正在擴大間諜戰 美國情報蒐集的行動 是拜登政府要遏制 中國大陸軍事跟科技崛起的 重要戰略的部分 然後說什麼中國大陸領導層 近年容忍更大膽的間諜行動 就是要刺探對方領導人意圖 以及軍事跟科技的能力 然後還說大陸領導人 限制自己使用電話 跟其他電子設備 讓外國情報機構 難以擷取他的指令 然後其他中國官員 也會使用電子設備 讓美國有機會擷取情報 刺探中國大陸政府的內部討論 然後美國媒體也說 中國大陸擴大間諜戰 刺探他的意圖 然後也說對方都在加強 人工智能這一塊 我覺得基本上 基本上我覺得以美國中央情報局的 所謂他的能量 跟他的經驗跟規模來講 我覺得他還是世界第一流高手 而且他基本上以他人才之勝 政府之重視情報工作 敵後工作 破壞 顛覆 這種所謂的製造內鬥 然後直接製造暴亂 那第一高手就是美國 就是CIA 你光看香港就知道 光看香港這個case 你就知道 美國CIA的能量有多大 另外一方面 也就看到中國大陸 對於保房和工作的不重視 才會面臨這樣子的 所謂的香港回歸了那麼久以後 發生這麼大規模的動亂 這種動亂內部是有矛盾 可是不至於演變成那個程度 那整個美國方面的情報人事布局 那你不得好好把這個案例 好好研究一下 不要再發生 那可以在香港做這樣的動作 在中國大陸內部也可以做 最近的解放軍 火箭軍的整個內部的機密情資 被美國掌握 還給你用一個報告給你全部 全部拿出來示威 把你公佈示威 這就是美國情報工作厲害的地方 所以中國大陸最近通過 反間點法 加強內部保房 其實所以 紐約時報講這些話都是反話 其實中國大陸是一種 回應式的情報的一種保房工作 也就是過去讓美國的這些間諜 長期真的在有一個 很好的工作環境 那回過頭來就是中國大陸 我們常常看怎麼會 這種事怎麼會發生呢 你這麼機密的火箭軍資料 你怎麼可能會跑到 美國情報人員手裡面去呢 整個給你公佈 連你這個軍隊 這個部隊裡面養的軍狗 他都知道 這是一種很恐怖的一種 一種滲透 那美國在製造內部的暴斷 製造顛覆甚至怎麼樣 推翻政權上 美國太有經驗了 全世界這種事情他每天都在做 那這些部分也就是他的攻擊性能量 不管是地面上部隊跟這個 在這個台面下的部隊 能量都非常的大 那這方面事實上 我們在旁邊看起來的話 中國大陸這方面 這個跟美國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你可能有很強大的海軍 可是你的情報 你的顛覆 你的勤收 你的製造內部 對方內部的這種矛盾混亂的能力來講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跟美國的差距 那真的是不可道理計 你今天中國大陸有辦法去 深入到美國的社會去 把美國一個社會的矛盾把它激化嗎 我想連想都還沒有這樣想 可是美國不是沒有想 美國老早已經培養出這個能力了 只是說要不要找到機會 把它引爆出來 香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